今次讓我示範一個歐美混血液的妝容 教大家如何利用化妝提升五官的精緻度 首先我們將Base塗在面上 接著滾勻的推開 粉底方面我只塗在額頭、面珠、下巴和鼻樑的位置 因為之後我會用深啡色的陰影筆做shading 你看到我畫在眼窩、眉骨、鼻翼、鼻樑的兩邊 甚至下巴都有畫到 畫完之後我就用海綿把粉底和陰影筆畫的位置一起推開 在這個步驟做shading 就可以令臉的光暗位置更加自然 然後在眉圈、鼻頭兩邊 暗層的位置就點上遮瑕膏 除此之外你看到我整個鼻樑都畫了少少遮瑕膏 那就有一個highlight的作用 再用手指印開 用海綿按壓 眉的部分是今次的重點 因為外國人的眉都比較起覺 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面型去做這個修飾 那我就用剪刀把後面的半條眉剪短 因為這樣容易畫出有角度的形狀 用眉粉畫一條比較粗的勾眉 再用眉筆來調整我們的眉型 今次會幫我們的眉加一個highlight 將highlight塗在眉骨上面 主要是令到我們的眉看上去 可以更加的突出和乾淨 用Mascara輕輕掃起眉的前端 令到我們的眉毛向上暑起 這樣可以加強我們眉的氣勢 先用大掃掃整個眼窩 甚至乎去到鼻樑的側面 再轉細掃 將深啡色塗在眼尾和眼頭 加強眼窩的深水 用啡色的眼線筆畫上貼伏的眼線 在眼尾可以稍微向上延長 用啡色的眼線筆畫上貼伏的眼線 在眼尾可以稍微向上延長 因為這樣可以令到真假眼睫目黏在一起 看上去更加有真實和簽長 因為不會黏下眼睫目 所以我們在塗的時候 記得先塗一個Base 然後再塗Mascara 看上去就會有很濃密的效果 我們可以用發夾亮度 雙眼皮最適合的厚度 接著再貼雙眼皮膠紙 眼妝的部分便完成了 接著就可以定妝了 先用透明的定妝粉掃光全面 接著再用橙啡色的陰影 但當作胭脂這樣塗 用一個打尺的shading掃 塗在我們腮骨的位置 做胭脂之餘 亦都可以仇臉 HIGHLIGHT 塗在眼的部分 以一個C字的形狀 在我的太陽血 到眼圈的後面 再到我們的拳骨的上面 還可以塗在我們的額頭 眉骨上面 和下巴 這樣令到我們整個臉 更加立體 唇妝時間 先用遮瑕膏 遮住本身的唇色 不過都可以看看自己本身的唇色 是怎樣的 如果本身的嘴唇特別深色 就一定要遮 但如果本身的嘴唇已經是很淺色 都可以不用遮 我們遮瑕完之後 就塗一個螺色的唇膏 沿著唇邊塗 填滿整個嘴唇 而螺色本身都有封唇的效果 這個就是今次的混血儀妝 你們又喜歡不喜歡呢?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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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